今天介绍的厨房房油小助手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 它的名字叫Avondrop 你可以在亚马逊eBay 甚至是沃尔玛都能买得到 我建议呢 就是最好是在网络上面买 因为你一次性买的很多的话呢 它会比较便宜 家里如果是像这样的炉灶的话呢 大家应该都深有体会 就是说 每次烧完菜以后 像这个炉灶边上 这里还有特别是这个里边 都会溅上油渍 有的时候烧什么骨头汤之类的 如果汤啊什么这些东西扑下来的话 这个里边也会弄得很脏 然后如果你勤快还好 每天烧完菜 你都去洗 或者是擦 那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会那么勤快嘛 有的时候懒个几天吧 这个里边它积攒的那些油 或者是铺出来的那些汤水 因为你后期的话 你又开这个炉灶 烧菜 那个热气呢 或者是那个高温啊 就把这些油腻 就硬是烤在这个表面 然后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难擦 那么自从我知道了有这样一个防油小助手以后 我就用上了这个东西 看 现在 我都给他们铺上这个 瞧 这个里边就是有一些脏 对吧 有一些脏 我是不用管它的 然后等到这个drop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我只要很简单的把它扔掉 换一块新的就行了 现在你看看我的这个炉灶 你看 这个地方 这个里边 我就是擦干净了以后 然后基本上就不用再管它了 平常是 平常是摆着这个东西的 平常是摆着这个东西的 所以呢 烧菜什么的都无所谓 油溅出来了以后 我只要简单的 把这个中间的这一块 大的这个地方 因为擦起来也非常好擦 因为它是平的 擦一擦就可以了 然后过一阵子把这个Oven Drop给拿掉 你看 我这个Oven Drop拿掉 是不是都 都很干净 对吧 真的帮我省了不少的事 所以呢 我在这里推荐网友 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买这个Oven Drop 然后用在你的像这种炉灶上面 真的能帮你省不少的事 好嘆 谢谢观看